對我們才對我們最有趣 浦爾摩沙馬戲團 以音樂與肢體展現 台灣獨特乾杯文化的精彩表演 為台灣美食站揭開序幕 賴清的總統與貴賓 透過曬面線啟動 減選好滋味儀式 邀請大眾一起來尋找在地好味 台灣真的是得天獨厚 国际社会也都公开肯认 台湾是美食的天堂 台湾的美食有国际的 有国际的美食 也有在地的美食 国际的美食包括像日本的料理 韩国的料理 越南的料理 甚至印度料理 泰国料理 还有包括法国料理 德国料理 西班牙的料理 差不多国际上知名的国际料理 在台湾都吃得到 那台湾在地的料理 也从大江南北到台湾在地 所有的美食通通都有 你要吃广东菜 上海菜 湖州菜 什么料理 什么菜通通都有 然后台湾各县市的美食比比皆是 所以台湾人是非常有骨气 我们除了美食的材料 我们农民辛苦耕作 也不断地改良 品质非常好以外 我们冠军级的厨师越来越多 因为很多年轻人 把从事美食工作当作是一生的志业 所以也不断地在精进自己的烹调的技术 所以台湾人民是非常幸福的 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 要吃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国际的美食跟在地的美食 还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吃在地的美食多一分味道 什么味道呢 就是文化的滋味 台湾人非常热爱旅游 台湾人互爱美食 而且爱吃好料 就像美食家布希亚所说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每个食材都是这个土地珍贵的故事 不只是每个食材 而且这些相处的幸福时光里面 其实都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来自世界的各个女人来到台湾 她们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食 就是来自 那么这样的一个力量 让我们在今天的策展 我们找到了来自产地的生产者 厨艺精湛的厨师 以及在世界各地征战 拿到金牌的冠军食材 我们一次呈现台湾人民的美好 这次的策展 我们也强调人跟环境的永续 我们推动其实 而且讲求环保 我们希望来参展的朋友 不只是一次性的美食 不是来吃盛宴而已 而是享受跟这块土地的文化交流 我们现在台湾的选手 在奥运 在努力的征战 台湾的美食 其实这个美食展的场域 就好像美食的 这样的奥运赛场 所以今天我们有非常多来自台湾各地方 从海边到山上 有各种不同的食材 有各种不同的厨师 有各种不同的料理 都来到这个地方 总共我们这里有集结了上百家的餐厅 有不同的各种的小吃店 还有BB灯的推荐的非常厉害的餐厅 当然还有日本、韩国、日本、台湾、越南等地的美食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买到很好的新鲜的食材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台南在地店家 北上行销台南美食 黄伟哲大口吃着芝麻酱麦芽病 邀请大家来逛台南馆 知名美食、班首例、文创周边都找得到 可以看到今天台湾美食展 就像这个华山论件一样 大家都使尽吃奶力气 各散盛场 但是台南作为美食 是完全是丝毫不让的 不管是我们BB灯 这个米其林入选跟BB灯总共有63家 加起来一天如果三餐都吃米其林概念的美食 我们要吃21天才吃得完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许多非常非常好吃 刚刚总统也特别行销 推荐了台南牛肉汤 还有传统的许多台南的美食 都在欢迎大家 不仅好吃、好逛、好玩 不仅还有美食 还有许多农特产品都欢迎大家 所以来台南保证指挥票价 欢迎来台南 台湾美食馆即日起到8月5号 在台北世贸易馆展出 四大展区金牌特务 探索台味、异国美食和一鸣惊人 汇聚台湾新鲜食材、美味料理、金牌厨师、冠军伴手礼 丰富精彩内容 邀请大家一站式品尝美食 听讲座、看表演、玩体验、买好康 记者问军台北不到 好 好 感谢观看